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在当地时间26号晚间举行了第二场决选电视辩论 不过就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主持人突然晕厥而中断 意外发生之前特拉斯正在回应观众所提出的关于恶物战争和能源供应的问题 第二场的辩论会是由太阳报和TALK TV主办 由政治新闻主编麦坎主持 当特拉斯在进行发言的时候 现场是突然传出了物体碰撞或是掉落的巨大声响 特拉斯一脸震惊 见着面露担忧并且走下了舞台 直播也随即中断 稍后主办单位发出了声明 表示主持人麦坎状况良好 不过医护人员建议辩论会不要继续举行 主办单位向观众和听众致歉 而辩论会的当天也是外交大臣特拉斯的47岁生日